可不可以摸他,不是摸我,是可不可以摸他 對 在摸狗狗之前呢,一定要先問主人的同意 覺得不可以自己覺得他很可愛,就去摸他 因為這樣你可能會受傷 那在摸他的時候呢,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好,你站在他前面,再靠近一點 你這樣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,因為他貼在你前面 會不會覺得很可怕 對,為什麼呢 因為狗狗,你們的體型都比狗狗還要大 如果你直接在他面前的話 他會覺得說你要幹什麼 所以呢,你要摸他的時候 當主人說可以的時候,你就要蹲下 你要蹲得跟狗狗一樣高 然後呢,接下來我們要對狗狗釋出善意 怎麼釋出呢 大家把手舉起來 來 不是投降 把手舉起來 好,輕輕的握拳 不用太大力 好,然後給狗狗吻 不是揍他喔 是輕輕的給狗狗吻 那他有沒有洗手 他有沒有上廁所有沒有洗手 還好 你給狗狗吻 假如說狗狗有吻你,或者是 其實狗狗可能不吻你 可是狗狗沒有抗拒你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摸狗狗呢 你不可以直接摸他的頭 因為他會嚇到 還有,你不可以去摸他的屁股 哈哈哈哈 你不可以去摸他的尾巴 你不可以去摸狗狗看不到的地方 你只能先摸 有沒有人知道狗狗最喜歡被人摸哪裡啊 哪裡 屁股不可以摸 背 背 背也不可以直接摸,因為狗狗看不到 狗狗其實最喜歡被人摸他的下巴 所以你只要摸他的下巴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狗狗的頭會越抬越高 因為他很舒服 尤其是他的